牡端鄉排完族人自製列槍遭判刑 經散訴四年後 十七號在最高法院改判無罪定驗 讓族人相當開心 但族人擔心這個案件是個案 並非全國原住民都可以適用 台東邊南組大獵計十月底期間即將展開 希望傳統狩獵文化有更安全的狩獵工具 台東縣原住民各族的狩獵祭點都在不同時間 舉行在十二月底開始的北南組大獵計 五葉布農族的達爾計及排完盧凱 去月份的狩獵計使用獵槍的比例很高 希望相關單位更能重視狩獵文化及獵槍的安全性 由於社會的變遷 原住民生活型態也逐漸改變 狩獵的文化也是維持生活的方式之一 自治獵槍無罪定驗 期盼在傳統狩獵文化以獵法的精神之下 原住民相關法條更能修成正果 台東市採訪報導 中文文化 中文文化